好像小孩似的 我先試試 好… 除了去農場探動物 這集阿姨和保錡不是在深水埗 而是在吉隆坡的商場玩過山車 這麼刺激 會否有人出卡滑玩呢 香港以前也有商場過山車玩的 以三位的年紀 來到是否回憶回來了 不過製作組說 只玩不夠特別 要來個乘數表接龍 逐個逐個背 玩一次背不完,繼續玩吧 出卡… 對 不出卡…沒有卡 我不敢出卡 為何不敢出卡 不知道 那我出卡了 你出卡吧 好 我出卡吧 你陪我們玩,你出卡吧 不,我出卡吧 說說而已,出卡吧 玩吧,打破客人身吧 你有玩過嗎 60年也沒玩過 即60歲也沒玩過過山車嗎 沒 但我怕是甚麼 為何會怕玩過山車 怕嗎?怕自己破處 很怕 不是騎馬 對,不要幫我出卡 怕起上來甚麼都會破了 這樣吧 你也不是出卡吧 我都會破了鬼 我當我是 好,怎樣坐 我坐第二行,不想坐第一行嗎 我和你坐第二行 會不會玩笑嗎 不是玩到吐 三、一、二、三 是這樣嗎 是 怎麼搞的 你看看上面 看你們的動作有點生疏 應該很久沒玩過 製作組真是細心 排出監聽專員 聽著你們有背好嗎 祝你們不用再玩一次 四、一、二、三 二、二 三、二、三、二、三、二、六 收一、二、三、二、三、二、三 寫十二、三、五、一、十五 你開始,先開車吧 不,你呢 你好,四、一、二、四 四、二、八 開車吧 四、三、一、十二 開車、四、二、港 我一定玩得很開心 我一定要突破自己 來試一次 怎樣就怎樣吧 很感動 終於有一次遊戲是有人玩的 三、二、三、二、六 三、二、三、二、三、二 三、五、一、十五、三、六、十十 三、七、二、一… 三、七、二、一… 三、八、二、四 三、九、二、一… 二、三、九、二、十… 二、七 三成十,只有三十 一、二、四、二、八 四、三、一、十二、四、四 我… 我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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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去… 快點,快點 二、二、二、十 四、二、十 四、六,快點 快點,快點 四、四、二、十 繼續 四、四、六,加四 四、七、二、八 四、八、三、二 四、九、三、六 四、乘十、四、乘十 五、十五、五、二、十 五、三、十 五、四、乘二、十 五、二、十 五、二、六、六、三、十 五、七、三、五 五、八、乘四、十 五、九、四、五、五 然後五乘十、五、十 先搞定 戴上眼睛 你手上背了嗎 有 我很喜歡背 甚麼?可以幫忙吧 我沒有,可以幫忙 她說的 好… 好… 鬆一口氣 薇姨… 玩完了 過山車駕鎖了 沒事吧 冰姐自己的狀態還未回勇 也不忘關心薇姨 兩位伯母,厲害了 薇姨呢 我也陪了,我很想吐 沒理由的,冰姐呢 上面… 冰姐,讓她幫你,她幫你 你看… 厲害… 薇姨,厲害… 真是黑眼 真是流眼水 厲害… 我看看冰姐… 等一下… 你別急,別急 對了… 有改 對,這樣也會更好 哪一叉角很簡單 小心… 真的想吐 你很厲害… 想吐 甚麼事 想吐 沒有 現在好嗎 我現在正在尹養狗 好… 給你一顆鹹妹,好嗎 可以嗎 現在不知道 你… 你60年,終於玩到一次過山車 很厲害吧 不用了,不是一次而已 不會再玩了嗎 不會 但這個只是寶寶級數而已 寶寶,我全身都是冷汗 我的汗可以落臟 很濕 恭喜兩位伯母 幽災得破自我,成就解鎖 果然姐姐沒有限制 記得跟子女 還有將來的孫子 說回這段英勇史 走了這麼久 冰姐,餓嗎 沒有,想吃東西 煮麵給你吃 他便利店煮一杯麵給我吃嗎 沒那麼簡單 現在帶你去吃新潮的直吃麵 真的嗎?這麼厲害 鋪啊 鋪啊 對,扭…不是拉,不是扭 好 那過來吧 好 這是自作式的直吃麵店 是嗎 我們今天吃這些嗎 對,現在韓國很流行 這裡有99款直吃麵 日本、韓國、泰國都有 配料就來這邊選擇了 你喜歡選甚麼?也有 骨包而有 你這麼熟悉 挺厲害的 是嗎?這樣就行了 我們來這個比賽,好嗎 誰煮麵才厲害,好嗎 好 反正都還沒吃 我們一人煮麵,加些配料 然後請工作人員來客人吃 好嗎 不是吧 你不盡願意要低,你知道嗎 對 先選擇麵餅 我知道,我選鹹蛋 我沒吃過這個 我選擇冬蔭公 這個有預算嗎 對 我覺得… 那倒是 我現在小吃會吃麵 我升級了,自我感覺良好 又想多吃健康食物 你這麼嚴重 別這麼多 我夠了 我一向都多了 我一向都會 冰姐,你為何年輕人 這麼喜歡吃自煮的即食麵 方便 因為他們… 又是方便 而且他們可以24小時 半夜三更 還可以有朋友,有地方坐坐 便宜的消費 求媽媽煮,不如自己下來煮吧 媽媽,你會幫她煮嗎 半夜三更,三點? 我會 你這麼迷戴嗎 我慘她也傻了 半夜三更叫你起床嗎 會的 對 我覺得我煮得最好吃 即食… 讓我來 我可以了,你好像挺漂亮 你別管了 又像擺盤 是否很漂亮 真的有些材料 你好像很隨便 當然不是隨便 別人的芝士是不混合的 我跟她說,這些叫不懂 我喜歡… 你那些是裝飾食物 對,我那些是融化下去的 那是湯的味道有芝士的味道 那你就不會年輕 年輕才放進去,然後會慢慢滾 你看這群組,他們那麼老 他們很年輕嗎 是讓他們吃的 我們的年紀,這些是小鮮肉 你是小鮮肉,我是老男肉 誰的事 我選豪哥 辣醬,叫你解釋 解釋那辣醬 對,跟豪哥有甚麼事 別撞… 他們說,你已經很久了 我別放過… 也是 真的救命 現在拍著我,現在救命 為甚麼辣醬不放進去 為甚麼 底部有點辣 我怕過辣,所以放下 隨意放進去 任由她選擇 對 大家過來試吧 拿著筷子 拿著筷子 小鮮肉很囂張 對 我剛才看到他吐大戲 吐大戲,多不耐煩 要拍攝他們吃,然後評分 到這裡 對,很少 撈麵比較鹹 你喝湯嗎 你吃點料吧 大家先看看菜果 是吃清光的 我喝了湯 現在我們要工作人員舉手 眉衣,請舉手 四件 好,冰姐,請舉手 三件,怎麼搞的 你不舉手,怎麼了 不要逼人 好,口交戰的結果是眉衣 獎品是甚麼 眉衣請每人吃一碗麵 簡單嗎 簡單,每人煮一碗麵 你吃一碗麵 這就是,肯定是熱的 眉衣是不說的 我發脹才會收火的 我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就是你打牌 打牌不用坐牢 你打牌要出籤 我不知道,我當時罰錢 不知道出籤也要坐牢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要坐牢 我只是過馬路,過馬路沒有看 我知道你需要甚麼 需要甚麼 需要奸詐 神經病,奸詐要坐牢 無緣無故 放他出去吧… 別開了 開了幾道門 看你們那麼慘,放你們出來吧 不是,不行 為甚麼 我已經付錢了 付錢嗎 玩整天的 對,不值得 為何沒玩過 玩一個小時也可以 我都沒有跟你玩 不你,你跟我們玩吧 吉隆坡這麼熱,也知道三位辛苦了 要求找一個有特色又舒服的地方 挾一挾,玩一下波子遊戲 打卡,休息一會再出發吧 自問是太好人的保錡 過分美麗的冰姐 還有經常打牌的薇姨 你們這些罪名不用坐很久 是時候放牢了 吃東西吧… 有吃的 今天很好玩,不用那麼多挑戰 輕輕鬆鬆玩動物仔一天 當然沒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城市裡的農場 跟外面的農場絕對不同 是嗎?有甚麼那麼厲害 今天會有個專人給我們挑戰 繼續餵吧 好吧… 餵 名字叫Pink 雖然你現在看到… 都覺得牠有點大 是的 其實牠還可以生長大約三至四倍 比我們人大? 是,200至250公斤 比你重,跟你差不多重 太重了 太重了 我沒有200公斤 哪有 未正式開始挑戰已經這麼興奮 有點擔心接下來的熱身 你們會失控 希望不要生人 長命百歲 長命百歲,對 你們覺得怎樣才會令牠的頸 和牠的腳身長一點站上來 為牠吃東西 要牠浸水 要牠浸水? 不錯 不過其實我們有一個招數 就是這樣 看牠的頸,看到嗎 對… 看到 牠就開始站上來了 為甚麼?牠舒服嗎 對 不過我想起更多東西 不錯 你吃甚麼 大家可以試試看 很… 看樣子 閉上眼睛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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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起了新的 你看美姨 特別… 我怕你試試 牠很皺皮 對,很皺皮 牠們有拍檔嗎 有拍檔,不過還沒有生寶寶 牠們每個人都需要父母 原來龜跳愛 對… 所以你還可以的 你要愛是沒問題的 龜也要 我以為你說龜也要搓 對…要搓一下牠 你又需要愛嗎?是嗎 你又要 是嗎 牠不吃,只吃葉 牠很喜歡吃 我家裡以前有養龜 我只是想碰牠,而不是不喜歡牠 迎接第一個挑戰前 先幫烏龜洗澡 要順利學習的形狀抹 向上抹,向下抹 不可放任胡亂抹 其實烏龜的阿Pink挺碎的 挺碎的 好 150歲 150歲,不是 有一個方式 人家會用來計算牠們的歲數 烏龜的歲數 是牠的輪胎嗎 對 對 這些是線吧 牠的線 對 這是輪胎 你們嘗試 數一下線 看看阿Pink是多少歲 要猜嗎 沒錯… 還沒猜嗎 我懶得花生,想不想 也想花生 80歲 60歲 最後答案… 他在說甚麼 100歲 阿Pink其實是25歲而已 第五歲 這麼大?25歲嗎 對,不過沒有100% 牠們的輪胎是不會變的 牠們唯一會變的 就是牠長大 正常的 你前後摸一下,再穿一點 你示範吧 我不會試 現在我們的下一個挑戰 就是要替這種鵝 把牠做出這個行為 看到牠的頭髮這樣摸著 這種鵝對牠們的地頭 是非常保護的 走近牠們的時候 牠們就會做這個動作 只需要你進去差不多接近牠的位置 牠就會開始做這種動作 保錡先說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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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著相機去… 沒有反應 怎麼搞的 那隻雞喜歡你 牠避了我的地頭 牠避了牠避了牠 牠是牛的 你怕嗎?保錡 走過去吧 我正在走 牠會針我嗎 會 牠的 牠會針我嗎 牠也出著這個招 牠是否要害怕 牠一定綁出去 牠怎麼了 你很厲害嗎 有甚麼 牠也嚇到 他很害怕,能弄得來 天…今晚9時,你下班了 他很害怕 走路 走我,他在做… 他要做… 在做 你很害怕 天啊 很害怕,他在咬人 很害怕 不會咬人 搞不定,太多人了 我也害怕了你們 下個挑戰還是站穩,穩妥一點 他的名字是Bella 就是世界最小的馬的笨種 他已經長得最大,15歲左右 這麼大了? 對 所以照顧馬最重要 就是要把牠們的毛縮靚靚 不然牠會打擊 而且牠會藏在那裡 因為對皮膚不好 所以你們的挑戰 就是要把牠的頭髮縮到零零 你可以跟她說話,Bella Bella,乖 Bella,你生髮髮頭髮 但不害怕 雖然一百年紀 但究竟要活得開心,Bella 好像在說我 外在的美麗 只是習慣的雲宴 不用那麼享受 加油,Bella 很溫柔 對,溫柔也不得了 很溫柔… 大力一點 你真的很不溫柔 不,大力一點才像癢 不,換到傷的 牠不是癢 不,牠也喜歡梳 Bella,喜歡Bella 終於看到有一點點的效果 牠很興奮 馬要怎樣看牠們的表情 馬的表情不在臉上 馬的表情在耳朵上 牠這樣鬆鬆真的舒服 對 你會看到牠的耳朵會向後 因為現在牠在聽我們說話 對 很多死模出來了 對 是否太暴力 弄得牠不太好 牠不太開心 牠喜歡這樣嗎 牠喜歡的 是嗎 掃個鷹仔 當牠比較漂亮 冰姐很厲害 牠掃馬好像掃狗一樣 長頸鹿也當牠狗 對… 馬也當牠狗 男人也是 獅子牛當牠狗 我男人也當狗一樣,你知道嗎 冰姐好像很有經驗 很帥 牠… 家裡有兩隻大狗 你看牠多舒服 看得出 平時掃完毛後 我們也要放少許粉 一里鋒八里鳴 飼養狗 就是所有動物都會用養狗的方法 對…真的 剛才的挑戰,其實我們沒有分輸贏 只不過是大家來玩,開心一下 我們的創辦人 拿督Ellen來頒獎品給你們 好…有獎品 三個人有獎品 你好… 你好… 拿督Ellen 謝謝… 這就是你的獎品 你們來到馬仙 吃得了嗎 吃得了 不,吃得了,不是飲食 別搞錯了 Filly待會為我們在草泥馬 你們繼續享受 好… 你待會在我們邊玩吧 好,謝謝,謝謝 你覺得突然有點不同嗎 舒服了很多 這就是厲害了 草泥馬一定要享受冷氣 全國動物園、農場都沒有冷氣 只有牠們可以享受 這麼舒服嗎 對,所以牠們現在很厲害 你為牠們這麼棒 這麼嬌貴 只有牠們才能享受 想不到你們也羨慕草泥馬的一天 不過這樣 伯母一次過 跟了這麼多動物零距離接觸 又洗澡、又梳毛、又苦摸 算是突破 雖然天氣很熱,但也值得 對,因為牠們很厲害 像一個孩子一樣 牠們自己會抱你 放鬆一下 關閉吧…Brian 不要… 我還說… 為何誇到我 黑色,牠們想拿那隻黑色過來 平日這些色埃是朱古力顏色 全黑的是很有趣的 我幫他拿著頭 對,你拿著頭 來吧,不就沒事吧 沒事… 還是酸的,先練習一下 試試一下 對了… 最重要托著頭,托著頭 你剛才的手勢,劣哥龜的頭 人家是叫他慢慢托,你會這樣 即是手勢很快 有一點點 少爺 丁姐 是 你成功是有原因的 眉姨,你… 我的失敗 我這麼成功也有原因的手法 誰知道是最舒服的 你不能回答,可以問丁姐 師弟客傳授給你 對 我可以通知你